现在名册已经烧了 留着你也没什么意义了 就让铁猴子送你最后一程吧 宫西官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好了不要啰嗦了 快走吧 让我人轻盟 是很讨厌的 不回忆三前辈 后悔有期 又可以好好喝上一顿了 这么算来 我那个外孙 也应该和这臭小子 差不多年纪了吧 不管了 不管了 先喝酒再说 尸体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在一个小树林里 去探子汇报 那个树林的尽头 就是通往广州的渡口 广州 探子是这么说的 天后的和红西官交手的时候 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的内力深厚 是个难得一见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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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西官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帮忙 对我们很是不利啊 何以见他 你没看见他身上的瘀伤吗 这都是被石块砸打出来的痕迹 就石头落在身体的位置而言 几乎每一处 都是克制铁猴子的招式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既然探子说 红西官是往广州方向去了 那就证明 他已经去过杭州了 而且也找到了红天佑 铁猴子因此暴露了身份 被他们叔职联手所杀 这样想来 一切也就合乎情理了 您的意思是 那个高人是红天佑 红堂主 您身体不舒服 还是躺下歇歇吧 不睡了 不睡了 死后自会长眠 生前又何必多睡呢 红堂主 吉人自有天相 老天爷会保佑您的 要是老天真的有眼 就让老天保佑西官 把名册平安地送到广东 早点让弟兄们团结一起 推翻满清苟皇帝 这暗暮天日的统治 让老百姓也能早一点 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您就别说了 快歇着吧啊 管家 管家 看 看到老爷了 什么 快去看看吧 诗语啊 你慢点 不能慢 不能慢 这个鬼地方 我一刻也不想待了 我现在是归心似箭 快点 快快快 快点 这个孩子 少爷 慢点 快 老爷正在九一会馆 张老爷说是中午的时候 看见老爷在会馆里 和大家说话 小少爷和大同也在 大同手里还提着行李 看样子是刚到 真是老天开眼了 走 快走 蔡公 请恕范某人财书学浅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方先生 请坐 请 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这新晋招来的这批学生 都是达官贵人家的公子少爷 这财食没半筐 脾气倒是有几辆马 打车那么多呀 他们哪里是来求学的 简直就是来混日子的嘛 我私下也听人说了 这些人都是买了雷老虎 撕泄的提卷才烤进来的 这 这实在是犹如斯文哪 雷老虎撕卖提卷的事 我也略有耳闻 你也知道他背后有朝廷撑腰 我也没办法呀 不然我创办的九一书院 怎么会也算上雷老虎的一份呢 蔡公啊 请恕范某人直言 您这大好人做得了一时 却做不了一世啊 这新进来的学生 日后势必都为雷老虎所用 再加上他雷霆武熟的学生 这文武双科 可就被他占权了呀 等到有朝一日 别说是您的书院 就算整个杭州城 也都成为他雷老虎的天下了 到那个时候 嗯 唉 不好说 不好说呀 依我看 您不如另开一家书院 另开一家 嗯 您办义学 专门招收那些穷苦人家的学子 学杂费全免 文武兼兽 这种无力可图的事 雷老虎他绝对是不会插足的 嗯 再说 他眼睛长在头顶心上 他压根儿 不会把那些穷学生放在眼里的 他哪里懂得 这英雄出少年 贫寒出俊杰的道理呀 嗯 有些道理 不过 这家义学 不可用您的名义 免得雷老虎生疑 最好是你挚友中的一位 这家底嘛 当然也不能太微寒了 最重要的是 此人与雷老虎无胜交往 这样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方德 什么 走了 了 我 我 你 我 你 你